HELLO 大家好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像我這樣 插了SD卡進去MacBook之後是沒有反應的呢? 正常來說,右上角應該會顯示SD卡的圖標 證實你已經插進去,開始讀取內容 但現在是沒有顯示的 如果你都這麼不幸運,像我這樣發生這樣的情況 但又這麼幸運看到我的影片的話 我準備跟大家介紹一個非常簡單的方法 可以修復這種情況 通常發生這種情況的時候 你都會懷疑是否自己把SD卡出了問題 因為如果你拆出來看看 就會發覺接觸點都花了,是否有問題 你可能會嘗試清潔一下它 如果都不行的話,你可能會懷疑自己的MacBook有問題 會嘗試清潔這個SD卡的插槽 但其實在你做這麼粗重的事情之前 不妨試一下我這個最簡單的方法 首先你在電腦裡面開啟這個Launch Pad Launch Pad是什麼呢? 就是你按F4會出現的這個介面 這個工具其實就在這個介面裡面可以找到的了 很多時候提醒各位,很多介面都會有一個Search Bar 一定要適用這些Search Bar 你只需要在上面打你需要找的內容就可以了 這個時候你打Image 它就會出現的了 只有一個 這個就是Image Capture 就是用這個去修復了 如果你要用眼找的話 在哪裡呢? 就在這裡的 在其他工具點出來 然後就會在這裡出現了 其實這樣找是非常難的 你打字是最實際的 記住了,這個就是Image Capture 好,我們現在打開它 打開了之後要做些什麼呢? 其實整件事已經搞定了 你只需要打開這個軟件一次就OK了 通常發生這些SD卡的問題 九成九都是軟件的問題 我不知道裡面出了什麼Bug 但是你打開了這個軟件之後 它就會修復了 因為這個軟件就是要來讀取 所有這些外置設備的軟件來的 是它一個內置的工具 你打開了之後 你的電腦可能就強制性 收復了所有的端口 就打開了它 可能不知道你怎樣用的時候 搞到它軟件有些衝突 就造成這個錯誤 你現在開著這個工具 然後把SD卡 插進去電腦 這張SD卡 就會預期出現在 右上角的介面那裡 同時你把SD卡 也會出現在 Image Capture的軟件裡面 看到了 這個方法是不是很簡單呢? 理論上這個方法 是適用於 所有有SD卡插槽的Mac 無論你是iMac MacBook 還是Mac mini 都是OK的 如果覺得有用的話 記得按LIKE 和分享給更多的朋友 還未訂閱的朋友 記得訂閱了 訂閱了的朋友 記得按鈴鈴 謝謝 拜拜